好,呃,正在提升学员做人素质,做事态度和技术能力,啊,做人素质,我要强调一下,大家有没有了解,为什么企业招人要招有学历的,动不动,专科生,动不动,本科生,有没有,有没有问为什么? 什么?对,就是数,就是数字,啊,数字,那数字到底包括什么呢?有没有想过? 数字,第一个,就是你的基本的知识能力,数学,英语,啊,这种基本的知识能力,那映射出来就是你的思考能力, 学习能力,面对一个有困难的事情,你的忍,忍,能够去想方法,搞定的能力,而不是抱怨,啊,去你嘛,我不做了,啊,解决问题的能力更强,面对困难,他能承受的压力更大,啊,还有一点,他的,这个, 呃,接,待人接物的数字相对要高,啊,相对要高,啊,相对要高,啊,这个,我们在座,如果没有本科学历的,也不要怕,啊,没有专科学历的,也不要怕,啊, 只要,你把我们以后讲解的,做人的素质,提高到,和本科一样的水平,就OK,啊,我讲一个,什么叫水平,第一, 我说,室内不要抽烟,你就得听话吧,对不对,你的桌子,饮料瓶,不要把,把那个水倒到哪里是吧,你的,你的脚边的纸,你要把它捡起来,我希望,我们老男孩教育,每一个学员,离开的时候,你来的时候,你桌子上,桌子下,有啥,走的时候,就是什么,我们虽然有保洁阿姨,我不希望, 他来打扫这个扳机,这就是数字,我在企业,工作的时候,给企业关灯,就这一点小事,我在家也是一样的,我,你们洗脸在家,用盆接水,还是直接放水洗脸,我用盆洗脸,为什么,很简单,省水, 洗脸,洗脸,洗脸,倒个桶里面,将来冲马桶,我,我现在这个身份,我还花不起钱吗,不是,我就觉得,你是有一个责任的人,不一定是为了钱,为了这个社会,为了这个国家,北京缺水不, 非常非常缺水,很多地方,就是,包括东北吧,我是东北的,汗的不行,所以,真的,你要去做这个事情,包括中午,我让他们同学,离开超过三十分钟,做什么事情, 消灭电脑,对,我在企业,我说一件事,两件事,小例子,我的亲身经历,第一件事,我们一层楼,两千多平,通铺,就是全人办工作, 我总教学生,入职前三个月,第一个来,最后一个走,你绝对转正,老板给的事都尽快完成,绝对转正,而且可以一个月转正,我在企业,工作十年以后,我还是来得很早,走得很晚,经常最后一个, 两千多平,非常非常多的灯,特别亮,我最后一个走,我发现全是关的,我灯全是开的, 我每次走,我都啪啪啪点完,然后我离开,就有一天,我的老板,不到什么问题,反正就跑上来了,拿东西来了, 就发现我正在关灯,就这么个小事,然后直接指我的名字,拍我肩膀, 叫红圆,这个做得不错啊,就这个,还有一件事情,也是我们老板,这是运维,回头我教你们,把事做好了,也要表现的方法,运维经常半夜要爬起来, 有没有遇到过,一报警,爬起来,对不对,比如说,跟你媳妇在玩呢,对不对, 打一个报警,停,处理问题,这个说的,对吧,大家开开心, 每天,我,我工作十年以后,我们公司已经有七八个运维了,说我报警,还是我,到我一个身上, 为什么到我一个人身上,因为我是被挖过去的,被猎头挖过去的, 他们的报警没人搞得了,然后我就去搞,搞完了就沾到我手上了, 你们有没有遇到过,让你做什么事,做完了,就沾到你身上了,你就扫不开了, 对,我坚持了一年半,半夜两点处理问题,处理完问题,我就不睡觉, 我宁愿多花个十分钟,二分钟,做一个整理故障报告,给技术部发个邮件, 技术部就技术部的所有人,然后公司的人力支援总监,老板都在里边, 他们不说话,但他都在里边,就是每一个邮件列表都在里边, 积累到一年半的,没到一年,大概一年吧, 然后有一天,我的老板就请我们一起吃饭, 这个技术的,算是技术部的领导吧, 然后直接就说我的名字,说洪源,我最近看你好像经常半夜爬起来, 经常半夜发邮件,网站这个最近不是很稳定还怎么的, 就是说,哎,这个那意思,呃,当然也是开玩笑了, 说这个你总半夜爬起来呀,你看他没说别的, 但他脑里面有个印象,我在干什么事情, 我经常半夜爬起来,解决故障,啊, 我说是,我说现在,呃,差不多一年多了, 公司的这个故障,全由我一个人来处理,啊, 这样,那你在老板的心里面,会不会, 够啊,对,就这样,那,这是什么呀, 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呀,做人素质, 做事态度,啊,呃, 每天晚上半夜处理问题,回报,长时间,去做, 这就是态度,不要老想着回报,一两年都很正常,啊, 做人素质,就,就是,你眼前看到的, 你认为是不好的,力所能及的, 你可以不去抱怨,你可以努力去解决, 让你整个人格,品质,高尚起来, 你会觉得非常快乐, 所谓的雷锋精神,雷锋精神, 我觉得, 现在还是要提倡的, 为什么雷锋能够去帮别人, 同学们,我告诉你,帮别人是一种快乐, 我现在在群里面,几乎不抢红包,只发红包, 为什么? 发红包是一种快乐, 比抢红包更让人快乐, 这思维高度的不同, 记住了, 真正的成功的人,总是那百分之二十里面, 所以从今天你们得老男儿教育, 你们的思维,我会慢慢带你转变, 我要把你们过去的思想, 全盘击碎, 这就是电脑,你们脑袋都是电脑, 你们装的软件,硬件, 我只把你们硬件留下来, 硬件是啥? 大脑, 对,你的大脑中的东西呢? 我全给你RM-RF, 然后咋办? 把我的脑袋, 灌进去, 为什么要这样做? 因为你的脑袋里的软件, 很陈旧, 过时了, 运行的没效率, 对不对? 有点卡, 你说你们买电脑都知道买高配的, 你们的思想, 为什么不能买点高配的呢? 为什么不能装上高品质的思想呢? 对不对? 今天来了老男儿教育, 你们就是给自己换软件来了, 好, 我给你们换上了高大上的软件, 你们的思想自然高了, 赚钱, 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, 年薪十万, 年薪三十万, 年薪五十万, 年薪一百万, 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? 是什么? 都是一个脑袋, 两个胳膊, 两条腿, 就是思想, 就是思想, 对, 说对了, 硬件几乎都差不多, 我们的脑袋, 软件差别大不大? 大, 所以你能赚得钱, 就和你装什么样的软件有关系, 要装高效率的软件, 要装, 要更新你的软件, 好, 说了, 喂, 能听到吗? 好, 说了太多了, 老男教育, 以知识技术为介质, 传给你的事, 思想, 学习能力, 经验, 沟通, 表达, 习惯, 那你的眼睛盯着哪儿啊? 盯着右边这部分, 不要盯着技术, 我说的任何东西, 老师怎么获取到的, 给我讲讲, 老师你是怎么知道的, 给我讲讲, 这个只要记住, 你就比没有来学的人济高恩仇, 你不信任何东西, 不信任何东西, 我说的观众, 谢谢你, 感谢观看